你好欢迎收看1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清静清静美花莲环保扫街系列活动 7号是来到新城乡 县长徐正位和新城乡长和理台 会同了500多位环保志工展开的扫街活动 大家欢喜鼓舞 买步出发展现虚手齐心守护清静家园的决心 一起来欢迎迎新年 县长徐正位特别感谢这次参加活动环保志工 特别是花莲县的环保志工 最重视我们家园的清洁干净 家园干净了 我们的心情也会干净舒适 但环境保护与清洁 仍需要靠所有乡亲共同努力维护 花莲县政府近年来不断在校园 社区宣导清静家园的美化环境 希望成为花莲县乡亲的生活美学 也让环境永续成为花莲的日常 清静家园靠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真的真为要在这里谢谢大家 来到这里的都是我们的环保志工 是最注重我们的环保 以及家园的整洁干净 所以其实最应该要宣导 要从学校开始 从社区开始 从我们很多的地方 实践我们的清静家园的生活美学 成为让清静家园 就是我们的日常 对不对 向南科医台也感谢环保志工的帮忙 维护乡内的好山好水好地方 平时就配合我们新鲜江各项环境的维护 我要代表新鲜江各地表达感谢之意 与清静队对老实讲 除了白天环境的维护 环境的维护以外 还有公园的除草 树木的整 这个整修 等等各项环境的工作 我们总共大概只有40多位同仁 晚上还要收这个垃圾 还有这个资源回收的回收 非常的辛苦 就是因为有赖于各位在各个四七部落里面 愿意来为我们付出 出钱出力 而且各位都是平时 就在自己的基础环境周遭 不只来帮我们先导以外 而且身体来立行 把自己的环境变得漂亮当当 让大家的环境看得很熟悉 承计活动由花莲县环保志工大队长 承志宽 带领所有新城志工团队 进行爱环境宣誓 这次扫街更扫出300公斤的废弃物 新年即将到来 清理不必要的废弃物 减少蚊虫滋生 从垃圾不落地 垃圾分类到垃圾回收再利用 一起打造优质的环境花莲 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 每逢春节的前夕 不免除都会进行环境大扫除 现在许哲恩惠宣布 年终大扫除活动开跑 一起着手 初步救星 提前进行居家周遭环境大扫除 分散垃圾经营量 不但减少队员的工作负担 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时间 可享受纯洁的处游活动 过个干净又舒适的新年 记者金鸿逸 新生将不得好